女生最喜歡的是台湾男生 因為很溫柔很體貼 熱性直爽話題麻辣大聊日本文化 娜娜是談話性節目的固定班底 2011年曾演過魏德盛的電影 賽德克巴萊 在電影中擔任佩角 飾演雜貨店老闆娘 也讓粉絲開始注意到她 娜娜在日本出道 曾是女團Flashpoint成員 八年前來台發展 在台灣發過兩張專輯 娜娜之後網綜藝節目發展 三年前上節目時還曾透露 白雲是她喜歡的類型 今年八月白雲約娜娜聚餐 當晚兩人還發生關係 隔天阿布喜宴 帶娜娜一起敬酒 兩人開始交往 後來卻爆發這次的劈腿風波 我不敢 也不好意思跟你說 我們不要 不要再當什麼情人 我們當朋友 上週白雲開直播 解釋自己早與娜娜分手 但卻被網友罵翻 痛批她不負責任 白雲在四年前花十六萬 進行切胃手術 成功產肉四十二公斤 變瘦的她喜感度降低 卻為她招來新桃花 那我說我看你順你 那以後往後你也認同我 你有小孩沒有關係 我有小孩沒有關係 當時對於新桃花 白雲還說這段戀情才剛萌芽 疑似對象就是在說NANA 沒想到之後延伸劈腿風波 兩人關係惡化 也為白雲帶來不少負面評論 記者 阿公亞麥張燕淳台北報導